大家好,我是小颖,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资博张店的土著人齐爷爷今年105岁了,走起路来步伐稳荡,脚下生风,只是耳朵有点聋。 齐爷爷平时很喜欢热闹,吃完饭就喜欢在村子里逛,东家西户地串串门聊聊天。 老人还常在门口晒太阳,看到自家孩子回来,一下子就站起来,两三步就跟着进了门。 老人日常干点家务,也是动作麻利,不禁让我们怀疑这真的是105岁的老人吗? 女儿们决定每年带齐爷爷去医院做一次全身体检。 连这三四年的体检报告都显示,齐爷爷的骨骼发育得很好, 骨密度也一直是趋于正常值,甚至可以说像是50多岁老人的指数。 看到齐爷爷的身体没有大问题,也很健康,女儿们也放心了。 大女儿还调侃道,难怪每次邻居都羡慕,咱爸走起路来,一点也不像百十来岁的老人。 村子里的中年人还常向咱爸寻求长寿秘诀呢。 齐爷爷说,想要长寿,骨骼得保护好。 老年人的身体不健康,多是因为骨骼问题造成的。 随着年纪的增长,破骨细胞的生成速度加快,骨骼所需钙质流失严重, 不密度逐渐下降为负质,这时也会出现老年人驼背的问题。 脊背一旦弯曲就不能再改变。 老年人的骨骼还很脆,一点点的碰撞还极易形成骨折。 所以要想健康长寿,一定要保护好骨骼。 骨骼是什么? 骨骼是人体的顶梁柱。 一个人没有好的骨骼是不可能支撑血液运输和营养补充的。 同时,骨骼也起到保护内部器官,如颅骨保护脑、内骨保护胸腔、骨骼分外层和内层两部分。 外层为密质骨,它具有抗压、抗扭曲力强的性能。 管状骨主要是由密质骨构成,内层为松质骨,它有许多骨小量构成。 中间有许多孔隙,含有丰富的血液供应,故称为松质骨。 脊柱的椎体主要是由松质骨构成。 骨骼不好会有什么影响? 骨骼一旦出现问题,比如骨质疏松等问题, 人就会出现腰肌酸软、亦疲劳亦骨折的综合症。 虽然骨质疏松在前期的症状并不会太明显, 但是一旦发生骨折,轻折卧床几个月, 严重地甚至致残、甚至致命。 就像在体内安装了一个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发。 哪些原因亦造成骨质疏松? 盲目减肥。 多数人在减肥的时候不仅仅是管住嘴,而是完全限制嘴。 这种不正常的减肥方法会直接打乱正常的饮食结构, 比如只吃蔬菜水果远离一切含油脂肪的食物。 脂肪是身体获取钙元素的重要途径, 容易导致骨骼缺钙,为骨质疏松症埋下隐患。 内分泌变化原因。 女性的绝经过早会引发骨质疏松, 而男性也有更年期, 雄性激素分泌减少, 也会导致骨中钙质流失的加快, 需要提前预防骨质疏松。 同时,年轻时患甲康的人也容易骨质疏松。 这也是内分泌失调造成的。 经常喝碳酸饮料。 经常喝一些碳酸饮料对骨骼健康很不利, 长期喝可乐会使人体的骨骼变得更脆弱。 这是因为可乐中含有磷酸, 可造成人体内骨盖的丢失。 所以为了健康考虑, 生活中最好减少碳酸饮料的摄入。 研究企业业的长寿秘诀就是做好三件事。 一,补充骨骼营养。 其爷爷的大女儿是护士, 平时就很注重家里老人的骨骼健康, 觉得骨骼是稳定躯体的重要架构。 而且,新闻也常有独居老人因为滑倒或者跌倒等原因, 造成骨折,甚至酒窝病床的案件。 女儿怕其爷爷也会这样, 一直让其爷爷坚持服用一种骨骼营养素。 这么多年,其爷爷也没有骨质疏松的症状, 也因为这个原因,其爷爷一直长寿健康。 二,良好的生活习惯。 其爷爷的身体柔韧性很好, 年轻时就喜欢打打太极, 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着。 有科学显示, 年纪大的老年人可以适当地打打太极, 有利于保持肌肉的韧性,不容易骨折。 其爷爷平时下午还喜欢坐在院子里晒晒太阳, 围着院子散散步。 这些好的运动习惯都促使其大爷的骨骼一直保持着较为年轻的状态。 三,饮食清淡不抽烟。 其爷爷从来不抽烟, 日常在饮食上也一直保持着清淡的好习惯。 孩子回家吃饭都说, 其爷爷的菜没有胃, 这也是其爷爷长寿的一个根本原因。 因为如果长期摄入大量盐分, 身体在代谢时就会带走部分钙质, 也会影响骨骼的发育, 从而亦造成骨质疏松等病症。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医生给你三个养骨建议, 助你养好骨骼。 第一个建议, 多晒太阳。 晒太阳补钙这个说法, 应该大多数人都有听说过。 其实, 晒太阳可以帮助人体补充维生素D, 而维生素D可以帮助人体对饮食当中的钙质元素 进而较为有效地吸收, 因为老年人对于食物中的营养物质, 吸收功能本就较为低下。 然而再加上, 身体中缺乏维生素D, 就会导致钙质的补充, 更不上流失的速度, 出现骨质疏松的不良症状。 因此, 老年人多晒太阳, 对于骨骼大有好处。 第二个建议, 少喝农茶。 中老年人都是喜欢喝农茶, 但是, 农茶的摄入也会导致骨骼对于钙元素的吸收效率大大降低。 第三个建议, 控制体重。 体重越重, 骨骼每日所承担的压力就会越大, 更加容易导致关节受损的风险。 因此, 及时地控制自己的饮食, 少吃油腻的食物, 保持良好的体重十分重要。 不仅可以减少对于关节骨骼的压力, 还能预防三高的症状出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啦。